政府于2018年推出山顶文辉道2-11号地皮招标。当时息直中美贸易战刚开打,政府又刚提出要征收一手住宅空置税,令当时楼市即出现约半年的下行调整,都影响发展相对数百亿元投资的意欲。 事隔两年政府将地皮一分为二,今次先推2-8号,更推之制。本港已至全球目前虽面对经济倒退风险,但本港住宅楼市需求却未有太大改变,楼价在高位平稳发展,未出现大幅下跌,而且在各国近一年的努力研发疫苗下,抗击新冠肺炎疫苗已陆续面势及开始接种。 因此,相信发展相预期在克服疫情后,全球经济变会逐渐复原,基于土地发展非朝夕之势,是可长达数年。 故即使来年全球经济未有太大起息,但长远必将中兴,戒时,本港住宅市道势将重拾升轨。 此外,今次镜头此地的发展商,进阶实力超凡的本地大型发展商,他们有极厚厚的持货实力,预百亿元的投资,对他们而言,只是九牛一毛。 而山顶地皮的每尺地价,在14年前已达4.2万元水平。 今次纵标尺价只约4.6万元,略高约一成,但山顶楼价在过去14年的升幅,却以倍数增长。 现时新落成物业已达每尺8万至10万元水平。 至于纵标的九仓,有数十年发展山顶豪宅物业经验及是大业主之一,能极准确拿捏市场需求。 而且,该集团随现时推售山顶涅歌迅山项目外,明年首季又有意推售山顶到77号。 今次高价投地,实有座期稍后的推盘大计,更易推高楼盘的卖价。